《山海经四大神兽》 有张伟山,有神,人面蛇身而斥,植木正成,其名乃贵,其世乃名,不时不寝不息,风雨适业,是竹九阴,世卫竹龙,竹九阴的皮肤是红黑色的,人面蛇身居住在西面的北海外,后来变成了掌管日约新臣的上古大神,二长蛇长蛇,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,根据《山海经》记载, 北二百八十里,于大前之山,古草木,其下多月,是山影,四方,不可以上,有蛇名约长蛇,其毛如智豪,其音如古拓,长蛇至少有八百尺,身上还长有像朱宗一样的毛,发出的声音,就像有人在敲击木棒子, 三,名蛇名蛇,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神兽,根据《山海经》中《四二经》记载,仙山多金月,五草木,仙水出烟,而北流注于衣水,其中多名蛇,其壮如蛇而四亿,其音如庆,见则其意大汗,显然,名蛇有着庞大的体积,有四亿,发出盘盘的声音, 一旦出在人世间,必然会引起干旱,四,应龙应龙,上古四大神龙之一,根据《山海经》和《史记》记载,应龙是上古十七皇帝的神龙,他曾经奉皇帝的命令讨伐蚩尤,并杀了蚩尤成为功臣,后来悄然来到了南方哲居在山泽里,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